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看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 罪犯的AirTasker,也就是合约杀人 正成为悉尼黑社会中的大生意 去年9月,一架无人机在悉尼的吴鲁木鲁上空嗡嗡作响 标志着一个犯罪集团正在策划对说唱团体OneFord成员 进行监视和暗杀 这种现象显示,现代犯罪网络正外包暴力行为 以减少自身风险并专注于其他非法活动 警方现在也在调整策略对涉嫌谋杀的罪犯提出更加严厉的指控 然而,随着法院系统的延误,这些案件的定罪仍需时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悉尼的春季夜晚,温暖的微风轻浮福布斯街 一架无人机在夜空中嗡嗡作响 这里是吴鲁木鲁的内城区 无人机的目标是一间简单的工作室里面正灯火通明 说唱团体One4的成员Jerome James Misa Spencer Spenny Megalago Dassel Sally Ramos和Celic Lex Suay 投入在音乐创作中 完全不知道这架无人机的真正一图 这是悉尼黑社会的一次暗杀未遂 目标是这个团体的主唱Misa 这晚的事件揭开了悉尼黑社会中 一个新兴且致命的行业 合约杀人 悉尼陈锋报报道 黑社会势力正将暴力行为外包 以减少自身风险并专注于更赚钱的毒品市场 这种新兴的罪犯的AirTasker模式 让合约杀人成为大生意 过去 悉尼的犯罪集团会自己处理与敌人的冲突 现如今 他们选择雇佣外部力量 来完成这些危险的任务 这一现象 使得警方面临新的挑战 不得不开展更深入的调查和战略行动 在那个9月的夜晚 三名男子携带无人机 在工作室外监视这些说唱歌手 这是他们三天内第三次尝试通过窗户监视工作室内部 根据悉尼尘封报获取的法庭文件 侦探们早在2月份已经得知这个计划 并发现了更详细的暗杀细节 甚至包括假扮警察在交通检查站 处决这个乐队的计划 犯罪组织局的侦探总警司Jason Weinstein表示 在过去的12个月里 我们特别发现了合约暴力的证据 Weinstein拥有29年警队经历 特别是多年的高调州犯罪指挥部工作经历 使他见证了悉尼黑社会的进化 他在接受太阳仙区报独家采访时说 主要的犯罪集团 现在更关心洗钱和控制集团的高端犯罪活动 因此 他们会将这些控制机制的部分 外包给只做这部分业务的其他团体 这些团体基本上是雇佣的肌肉 合约杀人并非一个新概念 但在悉尼 他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严重性 曾经只限于监狱系统的团体 现在在外面合作 为了金钱而打断膝盖 绑架或谋杀 据警方情报显示 悉尼黑社会中的合约杀人 通常遵循一个模式 汽车被提前最多12个月偷走 然后卖给一个犯罪汽车 经纪人并存放起来 在行动前 至少一辆车会停在目标附近的街道上 另一辆车则用来将雇佣的枪手 送到预定的攻击地点 通常 这些车辆会被漂白剂或汽油淋上 然后点燃 以消除证据 在Oneford的案件中 警方称 这些准杀手拥有枪支 被盗的作业车 用于监视 漂白剂瓶子 用于清除 DNA 克隆的车牌 和装满加速剂的油罐 Wenstein回顾 这是他们在过去一年半到两年内使用的方法 我们看到被盗的汽车 然后被点燃 他们使用克隆的车牌 过去的一年中 悉尼出现了多起高调合约杀人案 今年1月 警方突袭了一群 据称计划以60万美元报酬 谋杀邦迪毒枭 艾兰莫瑞丁的男子 警方情报显示 执行暴力行为的执法人员 可以从约5万美元 到超过100万美元不等 警方称 Oneford阴谋的主谋 Anthony Pellet 在行动前发短信说 我们有好钱给这条狗死 警方指控 Pellet Brandon Marseulai Charlton Schaffhausen Yussef Rima 和一名未知的犯罪集团成员 计划杀害这些说唱歌手 组织犯罪小组负责人 侦探总警司 Peter Fowl在1月的逮捕行动中 告诉记者 我们正在调查多个动机 但很可能是这个犯罪集团 与受害者之间存在冲突 根据先驱报获得的文件 去年9月7日 一名未知成员 在群聊中发短信说 我们需要一个Monte南海死 马上死 第二天 这个未知成员又发了一条短信 我知道你们不在乎 一旦任务完成 第二天付款 这一连串的短信 暴露出这些暴力行为的冷酷和商业化 上周组织犯罪调查员 在Fairfield East 查获了8辆被盗的汽车 这些车辆 从一辆使用过的丰田卡罗拉 到一辆梅塞德斯 奔驰X级 都是为严重犯罪活动 包括谋杀和枪击 做好准备的 警方在新闻稿中表示 这些车辆的存在 是悉尼黑社会暴力方式变化的证据 随着悉尼黑社会暴力方式的变化 警方的应对方式也在改变 以前凶杀小组和地方侦探会调查致命枪击事件 现在警方有30名来自各个专业的侦探小组 一旦发生疑似有组织犯罪谋杀事件 就会立即部署 警方现在对所有参与谋杀的人 提出更严重的指控谋杀 而不是谋杀前或后的重犯 并对他们施加更严厉的惩罚 Wenstein说 我们在提出起诉时 确实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检察官目前对此非常支持 然而法院系统的延误意味着 目前还没有任何被指控 合约杀人的人被定罪 据称 三名试图杀害Wenford的男子 Marsie Uly Chef Housen和Rima 都因涉嫌谋杀阴谋被起诉 并仍在法院审理中 没有人认罪 Pale在海外对他发出了逮捕令 但悉尼黑社会的生意仍在继续 谋杀中有钱可赚 这些案件 揭示了悉尼黑社会的残酷与无情 合约杀人 成为了他们解决问题的一种高效方式 不得不思考 当黑社会选择将暴力行为外包 这座城市是否还能维持表面的平静 犯罪团伙们的冷血和商业化操作 令人震惊 而警方的努力正在与时间赛跑 试图阻止更多的生命被无情夺去 在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中 故事的结局似乎充满了不确定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犯罪活动也在变化和升级 近年来 合约杀人这种高风险 高回报的犯罪形式 在悉尼等地屡见不险 成为犯罪组织中 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这种现象被批语为罪犯的AirTasker 形容这些犯罪活动 如同在合法的自由职业平台上 发布任务 并寻找承包商完成一样 悉尼的黑社会组织 例如臭名昭著的犯罪集团 未了降低自身的风险 正逐渐将暴力行为 包括谋杀、绑架和暴力袭击 外包给外部的犯罪分子或团伙 这些外包业务 使得他们能够更专注于 高利润的毒品交易和洗钱等犯罪活动 一个典型的案例 发生在去年9月 涉及悉尼西部的说唱团体One4 这个团体以描绘城市中最贫困地区的生活而著称 其歌词充满社会现实 但他们成为了一个犯罪集团的目标 犯罪分子利用无人机来监视乐队成员 计划对其主唱Jerome J.M. Smith 进行袭击 据悉 这些犯罪分子准备多次行动 甚至拥有假扮警察的计划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了这些详细计划 成功阻止了这次袭击 警方的调查显示 这类合约杀人通常遵循一个固定模式 犯罪分子会提前盗窃汽车 然后将汽车藏匿直至行动前使用 行动当天 会有一辆车停在目标附近 座位监视车 另一辆车则用于送达雇佣的枪手 行动完成后 这些车辆会被浸泡在漂白剂或汽油中 并被点燃以销毁证据 悉尼的黑社会暴力事件数量 在过去几年中显著增加 例如2023年6月 邦迪独销 Alan Moradine被枪手 监视者和逃跑司机组成的小队处决 警方称这些案件的报酬 从约5万美元到超过100万美元不等 为了更有效的打击 这类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警方的策略也在不断调整 以前凶杀案件主要由凶杀小组和地方侦探处理 现在则由一支专门应对有组织犯罪的30人侦探小组负责 他们会对所有参与谋杀的人提出更严重的指控 例如直接控告谋杀 而不是仅作为重犯 并对他们施加更严厉的惩罚 这种犯罪活动的变化表明 随着技术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犯罪集团也在适应和进化 警方和司法系统需要不断更新应对策略 以应对这些日益复杂的威胁 当前针对合约杀人的调查和起诉 仍在进行法院系统的延误 意味着未来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 这些活动表明 尽管犯罪风险高 但其中的巨大利润 仍吸引着一些犯罪分子去冒险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今天我们要变的题目 真是让人精掉下巴 罪犯的AirTasker 听起来像是犯罪界的Uber 一键下单杀手上门 这种现象反映了现代犯罪网络的进化和专业化 你能相信吗 他们甚至用无人机来监视目标 简直是现代科技的恶用 这不仅仅是犯罪 更是一种道德上的沦丧 法律界应该严厉打击这种行为 否则我们的社会将陷入无尽的暴力循环中 大家好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啊 你这种老派的想法该更新了 罪犯的AirTasker 这现象其实是犯罪市场化的必然结果 你知道吗 早在古罗马时期 刺客也是有市场的 那些高官大臣一言不合就找刺客解决问题 现在的犯罪分子指 不过再利用科技进行犯罪升级罢了 你要是想打击这种行为 那就得从根源上消除贫富差距 给那些容易被犯罪吸引的人更多机会 而不是一味的严厉打击 谢琪琪 你这话听起来像是给罪犯找借口 古罗马时期的刺客是有市场 但那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庇护者 然而 现代社会可不应该容忍这种职业发展 据统计 悉尼的合约杀人案件已经上升了30% 难道我们要做事不理吗 你说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但在现实世界中 法律和道德的震慑力是必须的 如果不严厉打击 谁会害怕法律的制裁 到时候 我们的社会就真的成了罪犯的天堂了 楚天书 你这种观点简直是法西斯主义的复苏啊 严厉打击只会让罪犯变得更加狡猾 技术更加先进 绝对不是长久之计 你知道吗 在美国 死刑的存在并没有让杀人案减少 反而让犯罪分子更加小心翼翼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就要改善社会福祉 减少那些走投无路的人转向犯罪 你还记得悲惨世界里的染阿让吗 他也是被社会逼到无路可走才选择犯罪的 与其打击 不如从预防下手 这才是治本之道 谢琪琪 你的理想主义真是让人捧腹 改善社会福祉是我们长期的目标 但面对现实 法律的震慑力依然不可或缺 你说死刑没有效果 那是因为执行的不够广泛且不够迅速 你知道吗 在新加坡 严格的法律和及时的惩罚让犯罪率极低 当犯罪分子知道他们会面临严厉的惩罚 他们会三思而后行 你说的悲惨世界是个好例子 但现实中 我们不能把所有罪犯都当作染阿让来对待 法律必须有威设立 否则我们就是在纵容犯罪 楚天书 你这种打打杀杀的思维真是太落伍了 新加坡的低犯罪率是因为整体社会的高福利和教育水平 而不是单靠严厉的法律 你知道吗 在瑞典 犯罪率低也是因为他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 人民生活安定 谁还会去铤而走险呢 再说了 技术升级和犯罪专业化是无法避免的 你天天打击 只会让他们更擅长规避法律 与其这样 不如我们一起来推动社会改革 改善生活质量 这样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不是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大伙儿 今天的故事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我们要聊聊悉尼黑社会的最新创举 合约杀人 这简直就是罪犯的AirTasker 让你在家里点点头 就能请到专业杀手来干活 去年9月 悉尼说唱团体One4的成员Misa Spenny Sally和Lex在工作室里忙着嘻哈创作 却完全不知道外头有无人机在嗡嗡作响 这可不是为了拍MV 而是有黑社会要对他们下手 这些说唱歌手的生活比他们的歌词还真实刺激 你以为黑社会老大们会拦博上身 亲自出马解决问题吗 现在的黑社会可精明了 他们选择外包 让其他团体来干脏活 这就像是罪犯的AirTasker 把危险的活儿交给专业的劳动力市场 这些人有多专业呢 他们甚至用无人机来监视目标 计划假扮警察在交通检查站解决One Four 这完全是好莱坞电影的情节啊 警察老大Winestein表示 这种现象在过去12个月变得特别明显 黑帮老大们更关心洗钱和高端犯罪 于是外包这些粗活 这些合约杀手的套路也不简单 偷来的车辆提前存放 监视目标 计划撤退 然后把车辆烧掉来清除证据 这些台词听起来像是 速度与激情的剧本 据说One Four杀人阴谋的主谋 Anthony Pellet甚至在行动前发短信说 我们有好钱给这条狗死 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警方当然也不甘示弱 他们组建了专业的侦探小组 专门对付有组织犯罪的谋杀案件 以前是凶杀小组和地方侦探负责 现在变成了30人精英小组 随时待命 一有风声就立马出动 警方对那些合约杀人的家伙 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直接以谋杀罪起诉 而不是什么共犯 从犯 Winstein表示 检察官对这种强硬态度表示支持 这也算是给黑社会一个下马威 不过 法院的效率让人着急 目前还没有任何被指控 合约杀人罪的犯人被定罪 试图杀害Win Ford的那三个家伙 还在法院审理中 没有人认罪 主谋佩雷目前在海外 对他发出了逮捕令 但是悉尼的黑社会生意依旧红红火火 因为谋杀中有钱可赚 结论是 无论是黑社会的创新 还是警方的反击 这场斗争才刚刚开始 悉尼的夜晚 或许还会有更多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 而我们只能继续期待着下一个令人折舌的新闻 看看这个现实版速度与激情 剧情会如何发展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